一天晚上父亲煮了两碗面 一碗面上有一颗白生生的鸡蛋 而另一碗看上去什么都没有 父亲抱着儿子 你吃哪一碗啊 那时鸡蛋是十分珍贵的食品 若非逢年过节或者是过生日 很难吃到 于是孩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有鸡蛋的那碗 可是当孩子洋洋得意地吃完那个鸡蛋时 惊奇地发现 父亲的碗底竟然藏着两个鸡蛋 孩子后悔不迭 恨自己过于心急 这时父亲微笑着说 孩子你务必记着 眼睛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 想占别人便宜的人 最终往往会吃大亏 第二天晚上 父亲又煮了两碗面 仍然是一碗面上有一颗白生生的鸡蛋 而另一碗面看上去什么都没有 父亲又让孩子学 这次孩子学乖了 选择了面上没有鸡蛋的那碗 父亲默默地注视着他 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赶紧拿起筷子 将上面的面条扒开 本以为下面会握着两颗白生生的鸡蛋 但很快他失望地发现 满底除了清汤 什么都没有 这时父亲意味深长地对孩子说 你一定要记住 不要过分相信以往的经验 因为生活 有时也会欺骗你 不过你不用气恼 也不用悲伤 全当是一次人生的体验吧 这是从书本上无法学到的东西 第三天晚上父亲同样煮了两碗面 还是一碗面上有一个鸡蛋 而另一碗面上面看上去什么都没有 父亲又让孩子选 这一次他没有贸然行事 而是情真意切地对父亲说 爸爸您是长辈还是您先选吧 父亲没有推辞 直接选了上面有鸡蛋的那碗 孩子猜想剩下的那碗肯定是没有鸡蛋的 但出乎意料的是 碗底居然握着两颗白生生的鸡蛋 父亲抬起头 眼里满是慈爱 对孩子说 孩子你要记住 当你为别人着想时 好运就会降临到你的头上 多年后 孩子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回想起当年父亲两碗鸡蛋面的故事 对他在为人处事方面的帮助 仍然感慨不已 其实人生当中的很多选择 莫不如此